杉矶文�kung:"您好。这个礼拜,我们看世界跟中国的局势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所以想要跟你问一些比较古老的问题。 主持人 首先想请你谈谈蒙古帝国。我们有一个看法,某一派的史学家认为,蒙古和平,也就是十三到十四世纪,蒙古帝国对于整个中亚跟内亚的征服,它在文化经济上面产生了一个稳定的效果,是因为它征服者蒙古人协助建立了一个容易沟通跟经商以及相对和平的阶段,这有效地将东方跟西方的世界连接在一起。 主持人 这个丝绸之路使得从西欧、中东、印度洋到东南亚的这些贸易变得更发达。例如说,日本有一个史学家钢田英雄就认为,世界史是从蒙古帝国开始的。 主持人 可是您之前也说过,蒙古帝国是内亚的落日余晖。蒙古高原的蛮族能够征服内亚的花辣子模,事实上就是一次逆转歧视链的尝试,而且他们的征服带给内亚的生态环境几乎不可逆的伤害。 主持人 日本人是东北亚中心论。它的朝贡贸易体系基本上就是唐、新罗、日本、渤海的东北亚体系,基本上不涉及东南亚的部分,世界其他部分也没有考虑在内。 所以,东北亚中心论还是一语之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观。世界史,就是说近代史,你要起源于哪里,那要看近代史是什么来源的。 就是说,世界史是从西方开始的,所以哥伦布时代是近代史的来源。蒙古帝国这样的内亚帝国在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很难说蒙古帝国这一次启动了近代史的黎民。 就是说,蒙古帝国衰亡以后,被满洲帝国起来以后,欧亚大陆的东部就基本上进入沉寂状态了。 要说是蒙古启动了西欧的大航海,那么这样的学说跟奥斯曼帝国导致哥伦布远航学说相比之下还要更没有依据一些。 它的刺激还要更加遥远,比黑死病理论和奥斯曼封锁理论来说还要更差一些。 我们要注意,贸易线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列维斯特劳斯有一个说法就是说,随着文字的产生,唯一给人类增进的就是官僚主义和奴役。 它并没有能够对真正的发明创造有什么贡献,只不过它增加了嫉妒的便利,所以你把嫉妒下的事情当作发生的事情。 所以才会有张谦通西域这样的学说。但是很明显,早在张谦以前,同样的商路就已经存在了。 张谦早就知道过,比如说他发现过鼠部在大厦和其他地方,这很显然是商人早已经沿途贸易过去了,然后根据这样的情报让汉武帝出兵去开拓商路。 这个很明显,它不是开拓了商路,而是把既有的商路纳入了帝国可以管理和利用的层面,把它升级到高级政治的层面,把本来是低级的民间层次的商路升级到高级政治的层面来,并不是真正的开拓了什么。 蒙古帝国的和平也是这个样子的,商路并不是他们开辟的,而且商路需要统一帝国才能维持,这个意见根本就是谬建。 在大部分情况之下,商路是在多国体系之下维持得最好,尽管多国体系当中是时常有破坏的存在的,但是他们的破坏比起大一统帝国造成的破坏来说,反而是较少的。 没有理由认为,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内亚的关键在于哪里?在于河中帝,就是所谓朝乌九星沙马汉和布哈拉,跟突厥蒙古人之间的联系。 这个联系显然不是蒙古人首先开始的,也并没有随着蒙古帝国解体而结束。像永乐皇帝北伐在蒙古人的宫廷中抓到了大批穆斯林商人,还是从沙马汉那一带过来的,可见蒙古帝国解体并没有使商路中断。 而在蒙古帝国以前,恢复人和突厥人的帝国同样也跟河中地区的商业城邦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同样的商路并没有因为帝国产生和衰亡而有所改变。 真正改变其实是成本的问题。假如海陆的运输量和便捷程度增加了一定程度的话,陆路相对而言就要落伍了。 但是这个落伍其实也只是相对而言,并不代表它绝对数量或者货物的质量真的有明显的衰退。蒙古帝国的和平维持时间是极短的,例如海都的叛乱就切断了大都和河林跟河中地区的联系,但是没有理由认为中亚的贸易在这一时间有所衰退。 否则的话,茶河台和汉国的几座王都是维持不下去的,他们在今天已经变成荒漠的图像维持下去,很明显是需要有大量的贸易收入的。 而卡拉和林本身也是有包括法国建筑师在内的一大批国际专家建设起来的,在今天的同样的位置上是维持不起这样大的城市来的。 所以,这个商路并不是特别有赖于某一个单一政权的,只不过是某一个政权,例如蒙古帝国,有效地开发和利用了过去分布在多国体系不同地方的资源。 而且,它起的状况显然也是利弊参半。它对河中水利的摧毁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更加严重的就是大租朝廷不断推行的紫币政策。这个政策在波斯完全失败了,但是在原帝国却获得了成功。 结果是,波斯的商人维护金本位置,抵制了伊尔可汉实行紫币制度的企图,维持了当地硬通货的价值,而原帝国却经元两朝却因为紫币通货膨胀而终止于亡国。按照中古时期的标准来说的话,通货膨胀超过一千倍就是极其害人听闻的比例了。 这样的做法对欧亚贸易必然是有很大的损害。当然,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就是,蒙古帝国时期,欧亚贸易或者是四处之路的那条线,并没有产生出一百年以前没有产生出的新东西,也没有催生出周围的各个帝国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所以,没有理由认为蒙古帝国是近代史的黎民,日本人这种看法也无非是。顺便说起,日本人对于东亚史观是不有一定的责任的。 就是,日本人在他认为是大清帝国继承者那个年代的时候,对中国中心论的建构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清帝国这帮人不一定能够建构起来。 而建构起《东亚中心论》对于支持欧亚平等和日本面对西方世界的自尊心和独立国际体系,都是相当重要的事情。 欧亚主义,俄国人、日本人都对欧亚主义做过相当大的贡献。这都是因为他们是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的缘故。 但是,按照蒙古帝国开创世界体系这个逻辑来看的话,那么从历史移民时期就一直居于主流的,出东亏到樊极中海地区这个核心区就要完全被排斥在外了。 所以,这个是一种轻重颠倒的事件观。人类历史大部分都是发源于两栖,而两栖这是来自于出东亏的人类进入欧亚大陆的第一站,以后的大部分人类活动都是在樊岳的这个地区展开的。 蒙古帝国自己在以前的突厥和恢复时代只是草原帝国有不重要的边区,是这些帝国的贵族继位最强的那几个家族都衰亡以后,才从边区作为东北亚的一支逐步崛起的。 东北亚一支取代了内亚一支,取代了二泰山的一支,本身就是核心区衰落的一个标志。 可以说蒙古帝国是从突厥到满洲一个过渡,它是半东北亚半内亚的,真正的内亚帝国应该是起源于阿尔泰山附近的地区的。 蒙古帝国在二战的时候有在汪精卫的政府中任职,而且中战的时候他似乎曾经策划兵变预定要成立政府,因此他被国民党排斥。 他跟台湾也有一定的渊源,因为他1972年应邀来台湾的中国文化大学讲学,蒋介石逝世之后他发表了一些时政批评,被赵子凡、余光中、胡秋远连番攻击指的他的汉奸,自从此之后蒋经国治下的警备总部就撤销了他的出版许可,胡兰成就1976年四年之后离开台湾在日本终老。 我想请问阿姨,像这样的人,他的阶级地位大概是怎么样?因为我觉得他脑袋其实比较清醒,没有像茶狼庸这样搞到晚节不保。 刘仲敬 而他就是金雄白父子的那类型人。金雄白儿子金充迪就是中共的党史专家,而金雄白是汪精卫政府的大员,他那部汪政府的起源和收藏的那部书现在还是为汪政府恢复名誉的主要著作。 而他的主要理论,他在那本书里面提出的主要理论就是汪政府反共有功,因此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的,而他的儿子却是做了共产党。 这个就是典型的书情章仪、诸葛亮、诸葛锦那一类型的做法。诸葛家的三个儿子分别在魏蜀三国做官,而他自己在哪一边都是依附者。 他在荆州之所以要取皇室,是因为皇室是金雄的名门,刘表是金雄名门的政治代表,是一个豪祖统治团。 而诸葛亮像是战国特使一样,依附于这个豪祖统治团,企图用奇迹游说刘表进争夺中原。而刘表不能这么做,并不是像史书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刘表蜀木春光没有远见的缘故。 从诸葛亮后来在巴索的做法,你就可以看出他进取中原是什么意思。他大搞通货膨胀,掠夺民间的财富,动员出军费出来进取中原,而使民间穷困。这样必然要损害当地私家大族的利益。 所以,刘彰政权和刘表政权都是当地私家大族操纵的,按照共产党的说法就是土豪猎身政权。这个土豪猎身政权是不会允许自身利益受到损害的。 因此,反攻洛阳或者常任对他们并不重要,他们只需要形式上宣布他们忠于汉身就行了,实际上要花钱出利的事情他们是不肯干的。 所以,诸葛亮的奇迹无法实施,只有等到刘备这个军事冒险家集团在本地跟他一样同样没有根基的军事冒险集团冒出来的时候,他才能跟刘备一拍即合。 而刘彰手下的文武大员一致主张投降朝公,刘备所代表的那些只是一波浪的人,也充分表明他们双方存在的阶级性的差异。 而弗兰臣他们,这种人在民国时期已经要多得多了,因为当时的社会解体程度已经比汉末情况要大得多。 他当时扮演就是这个角色,他是一个马基尔维利主义的技术员,就是像马基尔维利最崇尚的凯撒布奇亚那样,他讲究的是操作技术的高明,而不在乎你忠于哪一方。 当然,对于他来说,他最后变成一个文化人应该并不是中心的,是因为他没有实际才变成文化人,但是对于后来要利用他人的看来,他实际上用手就在文化这方面。 所以,实际上他就像现在李敖的儿子一样,李敖死了以后,他的书就被查封了。李敖在的时候之所以出版,是因为可以把他制造出来的舆论引向反对国民党的这一方面去。 等李敖本人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就没有这样的价值了,而他留下的书,攻击国民党专制的书,很容易被联想到共产党专制读下去,于是还不如不让中国的读者去读到这些危险读物来的维号。 主持人士,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不管胡兰城这个人跟共产党有什么样的连结,其实都是很表面的,因为他本人并没有任何组织上或者意识形态上的效忠。 应该说吧,他比现在我召集起来的这批理疏、远古邪恶这批人比起来是更高档次的存在。这些人如果做得非常成功的话,恐怕能够达到这个境界。 现在他们还没有做到人家的境界的时候,价值一比人家还大,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兆头。 就是说,依靠测试的本领,抒情张仪的本领,游碎于公卿之间,来回欢迎赋予,这种事情最高的境界就是像林昌明那种人,或者像是杨永泰和林昌明那种人,很容易像杨永泰和林昌明那样是死于非命的。 但他们肯定是他们统阶级当中的成功者。不成功的,连死量财那个级别都达不到,甚至都没有什么重要的人物愿意来收卖你。 而你唯一值得自豪的地方就是,你在自媒体舆论当中掀起了很大的声浪,有一大批外围的观众跟着你走。 但这些外围的观众就像竹鼠场上贺彩或者贺道彩的群众一样,一般来说是不值得收买的,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召集他们都是相当容易的。 湖南城等于说是,可以说吧,战国末期、赫世的末日和焚殊坑儒是有原因的。 就是无论军相还是人民,都感觉这些人是尘世不足败事有余的。除了为自己弄到荣华富贵院,并没有搞出什么,对谁都没有好处。 对于君主和政治家来说,他们是不忠不义,谁是都会背叛的人。 对于人民来说,他们所出的各种奇迹照例都是要打破传统政治结构,汲取更多资源的。民国初年也是类似这种情况。最初第一代人在梁启涛那个时代相当受人尊重,是可以做总理和总长的地位。 等到杨永泰那个时代,国民政府的兴起本身就像秦始皇的兴起一样,代表着社会对这种人的容忍已经快而到了尽头,他们能够闹的东西就很有限了。 共产党来了,他们所担忽的历史史密就像秦始皇一样,就是要纯属坑儒,就是要把这批多余人消灭掉的。所以他们的阶级地位在这个历史进行中已经越来越低。 弗兰臣肯定会觉得,他如果早生二十年,怕不就是做总长的材料?但是他也不要抱怨,他如果晚生二十年的话,就是义罗克和红卫兵战斗队那个角色。 主持人,我想举一个晚生三十年、四十年的案例,请您稍微点评一下。 请您谈谈浙江振的一个木星,他是1927年生的。我最好奇的是,他已经在文化大革命受尽折磨,也在1982年赴美定居,生活了二十年。他为什么晚年还要回到中国去? 主持人,一般来说,就是因为融入不了当地社会的缘故。就像是原始部落所说的一样,你认识的人兜板都死了,活着的人都是你不认识的,你觉得活着很没有意思。 李中仁晚年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他过去的老乡是都在政协里面,而在美国,他一个老华侨,语言不通,出门,生活在陌生的地方基本上是像坐监狱一样,一天到晚门在家里面,可以说是活着也没什么意思。 主持人,我想帮网友问一个问题,是这样子的。这位网友很可能是在香港或者是在广州附近,他说他这次春节都是去海南岛过年, 主持人,然后发现有一些人认为海南岛已经在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跟要把大湾区的计划里面,海南岛已经快要开始替代香港自由贸易港的政策,因为有一些央器已经开始在当地布点。 主持人,请问一下,自贸港跟央器部分迁往海南,是不是其实是体制内的某些派别在替自己找后路,也就是利用海南岛的天然海峡,把海南成为未来像是台湾一样的概念? 主持人,不是的,他们就是重演1990年代海南大开发的计划,想要搞一个经济特区出来。 因为我有点了解的这些人,我在2015年临走之前还在深圳跟他们交往过敏,我对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他们是一帮风口上的猪,只不过是赶上了一个窗口,让任何人上都行的,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什么能力或者魄力。 而他们在当时在习近平上台以后,他们已经被整得很惨了,不断到处发生过哀鸣,但是手中还有相当大的资源,他们完全想不出利用的方式,只是一味地哀喊说,如果赵紫阳回来就好了,我们可以再搞十几个沿海的计划单列的口感出来。 这个明显就是1990年计划的翻版,而当时那个计划是失败得很惨的。 唯一的结果就是,大量的房产开发商把人均收入很低的海口的房价炒得跟香港一样高,这样十分有效地防止了任何产业的进入,于是海南的财人就完全破产了,以后对于海南来说是失去了三十年。 在入市以后,珠三角和长三角引来了很多企业的发了很大的财的这段时间内,海南像1990年代以前一样的穷困。 现在他们无非是想借助香港多次的机会,再捞一大笔钱和资本,再进入海南,但是造成的结果一定是这样的。 海南没有人才、没有资源、没有交通设施和基础设施,然后突然投入大量的金钱挤爆了市场,结果无非是导致当地的民生困难和劳动力价格急剧上升,反而使它更加发展不起来了。 你没有上海的高素质劳动力,而工资、物价和住房水平却炒得跟上海一样高,仅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你死定了。 现在中国的情况是什么?由于大规模的上层的货币放水,大量的油资在上层和房地产的金融领域疯狂打转,出去出不去,一出去就会被华尔街全部吃光,下去下不去,进入不了产业层面。 所以,出现了一个上层的钱,投资过剩,缺乏投资机会,一带一路也出不去,因为是巴克达达的缘故,这使他们很想要通过比如上海自由贸易区这种类似的形式,给自己找一个机会重演一下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盛况。 但是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制造出来的东西必然是一个破坏性的空架子。 一方面,下层货币紧缺,所有的生产性企业都极端缺乏货币,人民穷困潦倒。 另一方面,上层的寡头,大量的投资,大量的吸引出来人民币,从张三手里转到理事手里,赚来赚去赚不出去。 这种死局用现在的方式是打不破的,现在的方式你只能够饮蒸止渴,像吸鸦片烟一样用更大剂量的货币去冲抵前一阶段的货币方式去造成后果,使事情变得越来越严重。 刘仲敬佳議員:"所以您觉得,海南岛的穷州海峡跟台湾海峡的比起来并不算真正的天险?" 刘仲敬佳議員:"这个倒不是在于真正的天险不天险。当然,穷州海峡是很容易越过的,它没有什么海流。台湾海峡是有海流的。从海流的角度来讲,马达加斯加和爪哇是在一起的,但是跟非洲不在一起。 台湾跟琉球和菲律宾很近,但是却跟福建隔得很远,但是海南岛确实是跟雷州半岛很近,它没有什么真正的海流。 刘仲敬佳議員:"但这个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海南的社会结构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土豪团体。海南社会像柯西加和撒金的社会一样长期破碎,重重叠叠地积累了历史各个时期留下来的不同居民的后代。 例如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都有,但是随着商路的迁移,他们就永久性留下来的。深处留着东南亚的原住民,他们还保存着过去女权的母系,不能说是母权,但是有强烈母系色彩的社会制度。 劳动力极其廉价,而交通非常不便。把投资放到海南岛去,白白多走一条海路,是远远不如就近放在北海的。 这种东西,商务和贸易港口的积累都是有几百年的前因的。例如在唐朝时期海南岛西北部被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控制的时代,是西亚人在南海进行大殖民的时代,他们建立这个港口是用来做马六甲、安南和广州之间的避风周转站的。 因为当时的船舶技术是需要这样一个避风港,还能到西北部是个被风处,但是现在的航海技术已经不需要这样一个被风柱停播了,所以很难说他们在这个地方能够站得住脚。 而且就算他们能够站得住脚,等到资源积累到足以维持自身体系的时候,就算没有几百年也需要几十年时间,他们是没有这样的时间的。